六一八 剛剛過去的六一八購物節 已經成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的另一個激烈戰場 不少民眾認為各大電商的所謂優惠是偽優惠 電商吸引新客戶已經變得具有挑戰性 今年中國大陸民眾消費顯現疲態 六一八源自於京東商城的週年慶祝 最早因為京東公司創立於1998年6月18日 劉強東將這一天定為京東的生日 每年這個時候舉辦大型促銷週年慶祝活動 之後六一八越造越大演變為固定的購物狂歡節 電商甚至連商場百貨也開始六一八大促銷 成為大陸上半年的全民網購節 和下半年的雙十一遙遙呼應 對電商來說吸引新客戶已經變得越來越具挑戰性 北京的鄭女士說沒有什麼想買 上十天已經將家裡一年的衛生紙牙膏牙刷買光了 她認為現在很多商家的優惠是偽優惠 在活動開始之前先將價格提高 然後就和消費者宣傳所謂的低價 實際價格和平時相比並不是便宜很多 而且很多商家限制訂購滿一定金額以上才有折 客戶很容易為了購買多餘的商品 事實上六一八降價促銷的活動週期近年越拉越長 由以往的單日促銷改變為一個月的大促銷 甚至四月就開始宣傳部署 這種情況在雙十一期間也出現 換言之一年當中有三四個月都是促銷 為了購買多餘的方式 在雙十一期間也得到一年 雙十一期間也得到一晚 購買多餘的事實上